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时候费之久仁他已经死了20年了 他没有办法为自己讲话 他不能辩解啊 海明威怎么说就是怎么说了 其实这个海明威真的是非常不厚道 如果各位有看这个流动响宴的最后四章的话 你会发现最后四章是最精彩的 海明威把他巴黎生活里面最精彩的四章的事情都写在最后四章里面 第17章里面你会看到费之久仁被描述成一个很逊的酒鬼 就是他只喝一杯酒就醉倒了 酒量很差的酒鬼 非常差 而且酒品不好 而且隔天还不承认说喝醉的那个就是他 他说那个是另外一个人 大家常常把我跟那个搞错 那是另外一个人 他坚持跟海明威这样讲 然后呢 第二个是他邀请海明威去另外一个城市 就是离开巴黎去另外一个城市帮他 结果还放人家鸽子 然后最后呢 第十 最后一章讲到这个 海明威跟费之久的关系说 他们两个还跑到餐厅的厕所里面去 比大小 不是打布克牌 是这个 真的把裤子脱下来比大小这样 对 没有错 因为费之久的老婆说 你那个太小了 我没有办法满足我 费之久就非常的伤心 他很苦恼跟海明威讨论 真的这样吗 那海明威就觉得 我觉得海明威这个也很有趣 他居然还非常认真的跟费之久的讨论 他说那是因为你从上面往下看 当然就小了 然后呢 我带你去罗浮宫看那些裸体雕像 你就知道 其实你没有比较小 对 所以呢 这个后来就有一些学者他们就说 其实为什么海明威又把他 费之久写得这么的 这么的不堪 是因为大概在1950年代末期 他又开始变成一个非常夯的一个作家 就是他其实已经过世了 他已经过世17年18年19年 他是1940年过世 大概在1950年代末期 大家开始注意到这个作家 因为原来那个出版社把他那些大亨小传 最后大亨这些书全部都拿来出版 对 重出 那可能海明威他也注意到这件事 所以他可能就是想说 这个老朋友又要起来了 好好修理他一下 你看这人气量多小 他的老朋友都已经过世了 所以老师刚刚讲到 《流动的响宴》这本书 其实他这本书里面就先描述了一段 他们两个如何相似的过程 其实两个人一开始是好朋友的 不只是好朋友 是非常好的朋友 就是我们说文学界 其实就跟一般的同事的关系一样 不见得会有施交 但是就是一般 如果比较一般的话 就是可能会出现在一些这个活动里面 但是会相约一起到 比如说相约一起到西班牙去看 斗牛啦 到法国的里维拉海岸去度假 这就是非常好的好朋友的关系 而且废茲杰罗那时候呢 是比较有钱的 在1927 28年 26 27 28这几年的时候 他是比较有钱的 那时候他其实已经红了 对 他非常红 他那时候陈世人员一出版之后 应该说三天之内 就把第一刷全部都卖光 本来出版是想说 他如果能够卖出个几千本就已经不错 对 结果那一年就已经卖了几万本了 对 所以就是非常红 虽然他后来他没有 叶未央他写了九年才写出来 但那九年期间他写短篇小说 赚得非常多钱 非常多 对 所以他有很多钱可以借他的朋友 他最照顾朋友 他照顾过很多人 他跟他的出版社介绍过很多作家 但是他照顾最多就是海明威 比如说1928年的时候 海明威他父亲突然拿枪自杀了 对 那时候住在这个东北部的废治吉尔 他收到电报之后 二话不说 马上叫他的司机载了他 花两个小时的车程 自动送钱去给海明威 直接开车去找海明威 把钱送到他的手上去 那时候海明威应该是很感动 海明威那是我们可以去揣摩他的心境 因为他在废城车站等 他其实他同时订会了非常多朋友 我需要钱 对 他说他跟大家讲说他需要钱 可是我想那时候只有 废治吉尔唯一一个 亲自把钱送过去 对 所以你可以从这边看出来 他是多么照顾他 最重要的是他在他的写作生涯之下 他推他一把 就是把他介绍给纽约的 这个Scripness 十四出版社 废治吉若把海明威 介绍给他的出版社 而且呢 他还跟海明威两个想办法 让他跳出了原来那个出版社的合约 因为海明威他已经跟原来出版社 签了三本合约 然后他跟海明威 海明威跟废治吉若一直研究 看要怎么样跳脱 因为原本出版社可能没有好好的经营他等等的 第一个就是规模也差很多 那第二个就是他原来出的那本书 他觉得印太少了 然后读市场反应也不是非常的热烈 他如果有这个更好机会 那为什么不 所以他就跟废治吉若一起想出这个计划 跳到另外的出版社 所以这个是废治吉若他对于海明威他最大的帮助 就是帮助他写作生涯上面 跳到另外一个比较大的出版社 后来就两个人一个就往上走一个就往下走 废治吉若从一个自首可热的人气作家 变成一个酒鬼 是一个美国社会公认的酒鬼 而且他在杂志上在报纸上面都被报导成是一个 这个非常糟糕的一个家伙 但是海明威就不一样 海明威他就越来越上去了 而且他老婆都非常有钱 其实这两位作家不只是 废治吉若会慷慨解囊给海明威 他们其实对于彼此的文学成就也是很推崇 对对对 像是废治吉若就曾经说 他说他每次看到他的文章 我如果有瓶颈的时候 我都会被他吸引过去 海明威其实也是这样推崇他 对 你刚刚讲的那个是他 其实他讲的是叶未央这本书 他在叶未央开始连载之后 他特别写信跟海明威讲 他说其实我特意不去看你的作品 已经一年半了 因为每次我看你的作品 都会被你的作品吸引过去 所以你会发现说叶未央 其实有一些地方 跟你的文字风格很像 你看这是不是一个作家 对另外一位作家最大的推崇 对这是一个 你说是公围也好 你说是表明心机也好 这不是一个非常容易的事情 对对对对 因为作家都不喜欢被人家讲说是 食人压惠嘛 嗯 那他公开的像 不是说公开 他主动向另外一个作家承认说 自己受到他的影响 对那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是 海明威其实也是 对海明威他也是 但是呢 海明威他很奇怪 他对于肺脂结尾的推崇 总是有所保留 他一开始都会 酸一下肺脂结尾 你这个哪里写不好 你这个那边写不好 而且还会 他不但在信里面跟肺脂结尾讲 还写信给他们的共同的编辑 是 博金斯 就是抱怨说 他这个怎么写得那么差 可是 过了几年之后呢 他就会 开始又反悔 他说这个叶威央 怎么好像越看越好看 对 甚至他后来跟他的儿子 也是这么讲 他说肺脂结尾这个作家呢 大横小段写得非常好 对 那这个叶威央呢 越看越好看 对 写作生涯越来越好 最好看的是最后一本 最后的大横 是 他后来他比较能够 诚实的跟他的儿子去 面对这个话题 对 海明威跟肺脂尾是完全的对比 对 一个非常的繁复 对 一个非常的简单 对 但主题上 当然两个也是一个对比 肺脂结尾呢 他比较重视是 外在的社会 海明威呢 他是想要把 是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英雄的形象 男子汉 对 其实两位作家 为什么这么值得研究 他们真的是最好的朋友 也是最好的敌人 对 他们的文风也刚刚好是非常的对照 海明威是非常简单的文字 对 对 是非常华丽的 海明威这个作家呢 其实我第一篇 接触到他的作品是 《杀手们》 《The Killers》 这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名片 对 我想美国大部分的学生 都有读过这一篇 那我那时候是 因为我在读政大的时候 大一 我们有一个大一 大学英文读本 里面就收入了这一篇 然后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想说 哇这一篇怎么写得这么好 嗯 因为呢他的标题 就把故事的大部分都表达出来 就是两个杀手到一个餐厅去 他们计划要杀一个 要到餐 每天都去餐厅吃饭的人 对 然后呢你就一直 因为他这个 海明威非常会营造气氛 他用的文字非常简单 可是你无时无刻 都会在想说 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事情 两个杀手把厨师跟服神绑 绑起来了 绑到厨房去 那他们会不会把他杀掉 对 那写得非常少 可是呢 他里面呢 传达出来的这个message 讯息非常多 这好适合新闻系的学生去读 对 那这个就是海明威他所谓的冰山理论 对 他说好的东西呢 你只要八分之一把它写出来 八分之七都在水面下 像冰山一样 这就是冰山最漂亮的原因 就在这里 所以他对自己的这个文字 应该也非常自豪吧 对 而且他有本事只描述上面这一段 对 但是他让你知道 台湾人最知道的就是老人鱼海 最熟悉他的作品 对 第一个把我想最早几个啦 最早几个把老人鱼海翻译成中文的就是张爱玲 我想这个大家知道 那他说呢 老人鱼海他本来可以写一千多页 可是后来他只写成一百多页 也是因为这样 他说他那些事情他都看过都知道 可是他就是把它删掉 对 他觉得没有必要写出来 你如果写出来的话呢 就是太多余了 所以他把它删掉了 那这是海明威他最厉害的地方 对 废茲杰罗又是另外一个极端 废茲杰罗他来自于另外一个不同的文学传统 对 海明威的文学传统是他受到的 新闻记者的专业训练 因为他一上工呢 他在这个 他其实先当了两年记者 对他当了蠻多年的记者 他一上工之后呢 报社就发了一个 发了一个 守则 守则对 这个菜鸟记者的守则 写新闻该怎么写 对该怎么写 简单扼药 然后不要用太多形容词 类似 其实这个用想就是知道 因为那时候他们 他是驻外记者嘛 是 他们都是用打电报方式 拍回 把电报送回国内嘛 所以你的字就是钱嘛 很值钱 对很值钱 一字千金 所以你一定要把字精简化 写重点 对对对 那废茨记者他完全是无私自通 他的最大的训练场地就是普林斯顿大学吧 因为他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时候 他是他们的这个三角色 就是戏剧社 画剧社的这个编剧 所以他也帮普林斯顿的这个校刊社写很多文章 对 所以他完全是自己 那他在小时候就看过非常多 维多利亚时期的这个小说 比如说萨克莱的一些小说 那还有法国的文学 十九世纪 比如说普鲁斯特 对 他后来在教他的女朋友 在读书的时候 第一本就是看 就是普鲁斯特的追忆四水年华 这个这么厚 对 所以如果有看过追忆四水年华 你就知道法国人他们写字 就是句子都非常长 没错 然后形容词、副词 还有这个插入句 刀刀念念的一件事可以讲很久 对 那他就是用这种风格去营造它 当然他没有普鲁斯特那么夸张 一段可以 一句话可以写 写成一段 对 那海明卫跟菲斯特是完全的对比 一个非常的繁复 一个非常的简单 但主题上当然两个也是一个对比 废茲杰罗呢 他比较重视是外在的社会 就是我们 我常在讲说 我们中国的古典小说 有一种叫人情小说 世情小说 就是像《红楼梦》 对 他是要描写一个家族的一个兴衰 那家族里面个人受到影响 那海明卫他 废茲杰罗他写的这个 比如说傅家子 这些 完全就是在讲这种生活 就是这种社会 社交生活 还有这个美国社会的并遣之类的 像他自己就是 大亨小镇 对他自己就是因为 他们家家造中落 所以他几乎都没有办法读大学 他对这个有非常深刻的感受 那海明卫呢 他是想要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英雄的形象 男子汉 对 所以他早期呢 他去看斗牛 那他没有办法当斗牛士嘛 没有那个专业训练 他觉得斗牛不过瘾 后来他觉得一个非常有钱的老婆 老婆出钱 让他去非洲去打猎 然后呢 打猎他还不过瘾 因为那个 他觉得那个狮子跟老虎太小只了 后来跑去海上他有钱 自己买游艇了 跑去海上去钓马铃鱼 哇 所以呢他就是 他把生活跟写作呢 完全互为一谈 每次做一件事情呢 都会有一些 那个文学创作出来 比如说他跑去非洲打猎 他就写了一本非洲青山 Green Hills of Africa 还有True at First Light 曙光是真 那他去西班牙看斗牛 他就写了危险之下 还有午后之死 这些斗牛的这个专书 对 所以他就是这样子一个 这么精彩 这么迷人的一个文学的作家 是 所以他才会受到大家这么推崇 《战地春梦》他是连载之后呢 他才把稿子给他看 结果费之结尔 他又写了九页的长信 跟他讲说 这个哪里不对 哪里不对 很中肯的给他建议 对 很中肯的 他讲说 kiss my ass 去死吧 他们两位是好朋友 但我们说他们是走在钢索上的友谊 两个人当然最后有决裂了 费之结罗跟海明威感情很不一样 费之结罗一辈子就只有一个太太 海明威娶了三任老婆 四任老婆 而且费之结罗的太太 还非常不喜欢海明威 这是不是也是他们两个人 后来感情不好的原因 其实我觉得那是一个爆发点 就是费之结罗的老婆 赛达他一开始就 这个有看过五夜巴黎的人都知道 五夜巴黎 物丽二人导演的电影 对那部电影 对他们两个就在那边唇枪舌仗 那这个 但我觉得这只是第一个引爆点 那第二个呢就是 我觉得传统上就是文人相亲嘛 他们都会彼此批评对方的作品 对 那费之结罗对海明威的批评呢 都非常的到位 怎么说呢 他会怎么批评他 比如说他建议 海明威他的第一本长篇小说 叫The Some Also Rises 旭日又生 是 那后来被改派成电影叫做 妾思昭阳又昭君 对 那一个小说呢 他前面有两张啊 写得非常冗残 是 那费之结罗他是一个 比较资深的小作家 他一看就觉得说 你那个应该删掉 对 那当然海明威就不爽 这个小心眼的人 是小心眼的 那后来他就 当然后来还是采取这个建议 对 这件事之后呢 他就不肯给费之结罗看稿子 哦 他之前会在出版之前 给费之结罗看 他之前会给他看草稿 是 那后来从战地春梦开始呢 战地春梦他是连载之后呢 对 他才把稿子给他看 结果费之结罗他又写了九页的长信 跟他讲说 这个哪里不对 哪里不对 很中肯的给他建议 对很中肯的 他讲说 kiss my ass 去死吧 海明威对费之结罗给他的建议 他竟然是这样回应 他是在那个费之结罗的长信里面 他上面写三个字 kiss my ass 去死吧 后来才被人家发现 但是事实上 他也没有遵守那些建议 有些建议他还是 他非常聪明 他知道有些建议是好的 他一定要做 可以让他的小说变得更好 我们刚刚在聊天的时候 其实有讲到 那个费之结罗的太太 对海明威的一些评价 好像还蛮中肯的 他说他是 假货 说他是一个长了胸毛的娘娘腔 对 其实我上次 就是上次你访问那个夏明的时候 有讲到 就是 他其实他内心非常脆弱 因为他非常脆弱 而且呢 他对于这种童年不幸 童年不幸经验 非常的在意 他小时候他妈妈 给他非常多的这个 管束 管束 他说一个作家受到最好的训练 就是童年不幸经验 那当然他是在讲他自己的生活 但是事实上他后来变得非常脆弱 就是其实他内心是非常脆弱的 他到了后来 大概1950年代60年代的时候 他受到非常庞大的精神压力的困扰 然后呢 他变得非常容易受伤 我随便讲个例子 他有一次在家里 他洗澡 他把这个 他错把这个灯的那个 吊灯的那个开关 把它当作是那个浴室的那个水龙头的开关 这样拉下来就把那个灯找到自己头上 那后来有一些学者他们去研究 其实有一些医生还有学者他们去研究 其实这个海明月他有一种自残的倾向 他精神后来也不太正常 那这跟他的这个同龄不幸经验也好啦 还有酗酒啦 还有他跟他的太太们之间的这个情感的关系 我相信都是有关系的 而且他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理论 他觉得呢 一个好的男人永远都是被另外一个女人毁掉了 像那时候他的第二任妻子保玲啊 对 保玲他们家非常有钱 那但是他们离婚之后呢 保玲硬要跟他一个月五百块的赡养费 就是两个儿子的生活费 那他说呢 他就那时候菲茲姐姐已经死掉了 他说呢 史考特被一个女人毁掉了 那眼下自己就是说 现在这个保玲这个风云也要把我毁掉 所以我觉得这个跟他的精神压力 其实都多少有点关系 对 好 其实这两位大作家 到最后 其实他们的晚年都不是太幸福 对 我觉得一个重点就是这样子 因为他们那一个年代的作家 他们生活那个时代跟现在比较不一样 那个年代的作家呢 他们的生活比较复杂一点 比如说海明威他的生活 他就是常常跟一些记者啦 跟一些这个一些其他社会各界人 这周旋嘛 那菲茲姐姐他也是一样 他常常去参加那些party啦 那后来他跑去好莱坞当编剧 对 他生活变得更复杂了 但是他受到挫折也更大了 那海明威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是后来到1950年代 写完老人鱼海之后呢 他发现他自己没有办法写东西出来 嗯 当然身体也不好 对 那这个也碰到作家的瓶颈 是 所以呢就越来越不好 嗯 才会用自杀来结束自己生命 对 这两位大作家 其实都在美国的文学史上非常重要 老师写完这一本书之后 你心中比较喜欢海明威 或是比较喜欢废茲结罗呢 因为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呢 我刻意去 就跟我们刚刚讲到流动的饗宴 对 但是呢我为了避开好明威 海明威的偏见 我特别去研究他们的信件 他们两个一共写了 彼此写了54封信 废茲结罗写给海明威有28封 然后海明威写给废茲结罗有26封 是 那我特别从信件去看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 怎么样 其实根本的关系是非常好的 是 那我觉得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偏在其中任何一个 因为经过我对他们透彻了解的时候 我觉得他们就是非常人性化 对 如果他们两位是我们身边的朋友 你会怎么形容海明威 你会怎么形容废茲结罗呢 如果说我要形容海明威的话呢 我会觉得他是一个怎么讲 他是一个 他是非常喜欢出风头的一个人 是 他喜欢在 在群众里面被人家听到他的声音 嗯 他喜欢在那个群众里面呢 被人家吹捧 对 被人家恭维 对 他不喜欢人家批评他 每一个小圈圈里面都会有这个人 对 就是一个老大 那废茲结罗呢 他其实 我觉得他比较是一个怎么讲 他是 那一个老大身边的那个跟班 他常常会帮助那个老大 可是他声音是比较沉默一点的 对 对 但实际上他是受到 那个老大是受到这个跟班的非常多的帮忙 是 对 好 老师我们现在其实在看到他们两个这段友谊 他们的各自的文学创作跟人生 再回过头来看他们的作品 也许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对不对 因为老师其实在书中写了很多 人 他们的人生中如何影响到他的创作 对 或是他们彼此对彼此的创作的一些想法 对 老师这本书什么时候要出 大概三月初吧 因为我们是一个出版计划 就是午夜巴黎出版计划 对 那我已经写完了 可是另外两位议者他们还没有翻完 就是刘继跟夏明 他们大概没有翻完 我们在处于waiting的状态 是 好那我们来去吹他们两个好了 他们一个人翻 废致杰罗一个人翻海明威 刘继翻的是叶未央 那夏明翻的是这个太阳 我是翻成旭日又生 但是为了配合他 他是翻成太阳依旧生起 对 好非常期待三位的大作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